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度假春玩尋寶遊戲 欲將三件禮物藏在三個地方 老是就以一棵老龍樹為中心 假設這個是老龍樹 向東走十二步 埋下他的第一件禮物 由老龍樹向東走四步 這個就是四A 埋下第二件禮物 最後有老龍樹向東走一步 再向南走八步 這個是A跟負八 埋下第三件禮物 為了方便記憶 這三件禮物盲藏的地方 設計成一條直線 那麼他要求A的值 當然A是大於零的 那我們A怎麼求 兩點可以決定一條直線 他的斜率是十二零 斜率等於多少呢 就A-0 4-12 是負八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 這個-8 12-A A-A 這樣我們就可以求A來 交叉相乘 12A-A平方 等於-64 那這樣的話 就A平方-12A 再加減-64 減-64 等於0 那我們交叉相乘 11 這是16 這是4 減加 所以A的話 等於16 或者是-4 但是-4不合 因為A大於 所以答案是A等於16